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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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博的故事告诉我们 智慧和创造力在间谍活动中 是多么的重要 他用虚构的间谍网络和巧妙的谎言 成功地欺骗了德国人 并为盟军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位间谍大师的传奇故事 不仅让我们惊叹他的机制 也让我们看到在战争中 情报战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在学习历史的同时 也能从这些故事中汲取智慧和灵感 毕竟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 更是我们理解 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诺曼底登陆 地日的秘密准备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二战中最具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事件之一 诺曼底登陆 或者说地日 这个事件 不仅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还充满了各种秘密和惊险的准备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吧 首先 让我们从代号开始 地日 D-Day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对吧 其实 D-Day中的地病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只是军事术语中的一个代号 用来表示行动开始的那一天 就像我们说的某日一样 这样的命名方式 可以避免泄露具体的日期 保持行动的神秘性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这次行动的规模 你知道吗 诺曼底登陆 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 超过15万名盟军士兵 在一天内登陆法国海岸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把一整个城市的人口 在一天内搬到另一个国家 还要在敌人的火力下完成 真是壮观又惊险 那么 这模大规模的行动 是如何保密的呢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肉线行动 Operation Minsmit 盟军为了迷惑德军 特意制造了一具假尸体 并在尸体上放置了假情报 让德军以为盟军会在其他地方登陆 这具假尸体被称为威廉 马丁少校 他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间谍尸体 这个计划成功地让德军把防御力量 分散到其他地方 为诺曼底登陆 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盟军在登陆前进行了大量的伪装和欺骗行动 他们甚至在英国南部建造了假坦克和假飞机 这些伪装品看起来非常真实 从空中侦察照片中根本无法分辨 这些假装备让德军误以为盟军的主力部队还在英国 从而放松了对诺曼底的防御 当然 诺曼底登陆的成功也离不开那些勇敢的士兵们 他们在面对德军的猛烈火力时 依然勇往直前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说的是一位名叫约翰 斯蒂尔的美国伞兵 他在降落时 不幸被降落伞挂在了一座教堂的尖塔上 悬在半空中 德军以为他已经死了 没有理会他 而他则假装昏迷 最终成功逃脱 今天 你还可以在法国的圣维尔埃格里斯教堂 看到一个模仿他的雕像 纪念这位幸运的伞兵 总的来说 诺曼底登陆是一场充满智慧 勇气和创意的战役 从伪装和欺骗 到勇敢的士兵们 每一个细节都展示了 人类在面对困难时的无限潜力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这段历史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从中感受到 一点点幽默和人性的光辉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恩尼格玛密码 破解纳粹通讯的关键 好的 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充满智慧 又带有惊险色彩的故事 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解 这个故事不仅是二战历史中的一段传奇 更是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里程碑 首先 什么是恩尼格玛密码呢 恩尼格玛 恩尼格玛 是一种电动转子加密机 最初由德国工程师 阿瑟·西尔比乌斯 在20世纪初发明 它看起来像一台打字机 但它的功能可不简单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子和电路 恩尼格玛可以将普通文字 转换成看似毫无意义的字符组合 德国军方在二战期间 广泛使用这种机器 来加密他们的军事通讯 认为这种加密方式是无法破解的 然而 德国人低估了盟军的智慧和毅力 破解恩尼格玛密码的关键人物之一 是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 图灵不仅是密码学的天才 也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你们知道吗 图灵的工作不仅帮助了盟军赢得战争 还为现代计算机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图灵和他的团队 在布莱切里园 Blatchley Park 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智力竞赛 他们设计了一种名为炸弹 BOM的电动机械装置 用来模拟恩尼格玛机的操作 通过大量的计算和推理 他们逐渐破解了恩尼格玛的加密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 图灵的工作不仅依赖于数学和工程学 还需要大量的运气和直觉 比如 他们发现 德国人常常在电报中 使用一些常见的短语和格式 这些习惯成为了破解密码的重要线索 有趣的是 图灵和他的团队 在破解密码的过程中 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境 比如 他们必须在不报复自己 已经破解密码的情况下 合理利用这些情报 这就像是玩一场高风险的间谍游戏 既要聪明又要谨慎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图灵本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 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奇闻异事 比如 他每天都会固定吃一个苹果 甚至有传言说 他最后是因为吃了一个有毒的苹果而去世的 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却让人不禁联想到 白雪公主中的情节 总的来说 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解 不仅是二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是人类智慧和科技的胜利 他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 只要有足够的智慧 毅力和一点点运气 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能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下次我们再来聊聊 其他有趣的历史故事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 今天的间谍 战争和密码学之旅 就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专注于揭开历史和科技的神秘面纱 让这些故事既有深度 又不乏趣味 我们今天聊了双面间谍加尔博 他用机制和虚构的间谍网络 愚弄了德国人 从而为盟军的胜利 铺平了道路 接着探讨了诺曼底登陆的秘密准备 从伪装策略到肉线行动 展示了智慧和勇气的结合 最后 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解 则让我们看到 人类在科技和数学上的非凡创造力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面对战争中的巨大挑战 还是破解复杂的密码 只要有智慧 创造力和一点点运气 我们都能找到办法去克服困难 这些历史上的奇人异识 也为我们现代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启示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感受到历史的魅力 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记住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 更是我们理解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ko赞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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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